中小企佔香港企业总数的98% 对香港经济有重大贡献 如果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 向他们提供可行的支援 将有在香港中小企介遇 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提高营商竞争力 中小企一向都是大新的重点策略 客户群之一 我们一向都是当中小企 我们的合作伙伴 时刻都是希望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 今年希望更加有系统 和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们特别聘请了一个调研公司 在4月至5月期间 访问了300家的半港中小企 了解企业对于市场机遇 未来发展和环境、社会、管治方面各个范畴的看法 尽管宏观的经济 真的充满不同的挑战 调查结果显示 76%受访的中小企 认为未来12个月的业务 可以增长4%或是以上 而48%的中小企 更加认为未来12个月的业务增长 可以有7%或是以上 而动力的主要来自就是业务规模的扩张 和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出 这个正好反映了中小企 是秉承着坚毅不屈的香港精神 和具有相当的韩力 可以继续很积极地 去扩张他们的业务 至于业务方面 超过8%是认为 那个增长动力是来自香港的 而亦都有5%是认为是来自大湾区的 虽然宏观环境有一定的挑战 中小企普遍对前景都有信心 如果可以在管理财务和风险上 获得更多知识和支持 前面的路就更容易走 我们的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受访的中小企 认为未来12个月 最大的风险是利率和外汇风险的管理 和资金的成本 为了应对挑战 近七成的中小企 期望可以获得风险管理策略 例如利率和外汇对冲的资讯 而另外差不多一半的中小企 亦都希望银行能举办多些研讨会 获得更多的实用资讯 另一方面 亦都有近半的中小企期望 可以获得更多环境、社会、管治 ESG方面的基本入门指引 面对近年市场及持份者对ESG的重视 而资源有限的中小企 更希望得到更多协助 我们的调查亦都发现 大部分的中小企 都是了解ESG实践的好处的 例如ESG可以对社会带来贡献 和有正面的品牌形象 亦都可以获得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资金的支持 亦都可以进入一些大企业的供应商名单 然而只是有四分之一的中小企 在业务运营之中实践ESG 而三成的中小企 表示他们都熟悉ESG 但仍未在业务运营之中实践 而另外四分一中小企 都表示有兴趣 但就不知道是如何可以开始实践ESG 中小企的发展 很多时都是靠伙伴银行的支持和同行 面对香港市场的新机遇 银行可以做些什么 作为一家借根香港 面向大湾区发展的本地银行 大新银行会继续全方位支持香港的中小企 藉着我们在大湾区的三地四平台的布局优势 全方位支持他们在拓展业务的时候 对银行服务的需求 和他们同步找商机 在银行服务方面 我们的三二八营商理财 将会陆续推出中小企遥拒开户 和加强中小企热线和相关的客户服务 以提升用户体验 为中小企带来更多便捷和专业服务 在ESG方面 大新银行生命气候变化 会影响全球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 甚至对实体经济 企业营运和财务表现 都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香港的中小企 其实普遍都意识到ESG而提的重要性 但往往就是缺乏时间 资源去了解和实践相关的标准 所以我们近年都投放多了资源 去赞助多个为中小企而设的 ESG相关的教育项目 今年更加和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 合作推出SME ESG 约章 协助中小企将ESG的元素 融入营运架构和管制机制 帮他们取得近乎ESG认证标准的资格 长远来说 是可以提升营运效率 和提升营商的竞争力 中小企会 中小企一苹 中小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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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一